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姐姐结婚了 她老公脱家带口 住进了我们家里 明明是父母留给我俩的房子 他们却各种使唤姐姐 折磨姐姐 还妄想让我嫁给她家的房子 早就辍学啃老的小儿子 笑死 看我姐善良软弱 也想用同样的方法拿捏我 也不想想我和我姐两个孤儿 如果没有一个人强势 我俩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姐 我回来了 大学放暑假的我回到家 推开家门 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往日整洁干净的房子 此时脏乱无比 地上全是瓜子皮 黑色脚印 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烟味和脚臭味 俩看上去就很臭的男人 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 一个老女人坐在沙发上 吃着水果 我漂亮的姐姐拿着拖把拖着地 姐姐看到我 停下手中的动作 一边抹汗 一边笑着看向我 杜杜终于回来了 快进来 姐姐给你做好吃的 我皱眉 看着姐夫 徐思杰和姐姐的婆婆 桃月英 家里怎么这么脏 而且怎么就你一个人 做家务啊 那个老女人 却痴笑一声 家务不都是女人做的吗 不然家里 娶一个媳妇做什么 躺在沙发上 玩游戏的徐思杰 懒洋洋地说道 你回来 不就有人帮你解了吗 本来回家开开心心的我 听见这话 心情瞬间就不美好了 下意识就要开口对她 姐姐很了解我 赶紧捏了捏我的手 示意我不要说话 刚刚你姐夫家亲戚 到家里来吃饭了 你姐夫招待客人累了 所以休息 我看着姐姐脸上的疲态 还是选择将要说出的话 咽下 我想抢过姐姐手上的拖把 姐姐却把我往沙发上推 你坐了那么久的车 肯定累了 不用帮我 我很快就收拾完了 你和他们聊聊天吧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姐姐总会把活 全部揽到自己身上 不让我干任何事情 我叹了口气 只得收拾好自己的情绪 面对他们 我的姐姐 是一个善良勤劳的人 但她同时也非常软弱 姐姐高中 我小学的时候 我们父母就因为车祸双双去世了 给我们留下了现在这套房子 和一笔不多 但可以支撑我俩读完书的钱 我差不多就是被姐姐拉扯大的 她向学校申请了不上晚自习 每天一回来就给我做饭 带着我睡觉 从小到大 我基本上没做过什么家务 每次我要做的时候 姐姐都会抢过来 对我说 交给姐姐就行了 姐姐天生就是要照顾妹妹的 她的家庭责任感非常强 周围的亲戚看姐姐性子软弱 基于我们家的遗产 好几次上门说 要当我们监护人 实际上就是想挂个名 然后让我们把房子财产给他们 去到我家来的时候 他们作一句你还小 会乱花钱 又一句 我家没有儿子 爸爸的钱 还是要给家里的男娃 姐姐面对他们不知所措 是我拿着拖把 在厕所沾屎 边骂边将这些人赶出去 一群不要脸的老东西 自己没掌手脚 不会挣钱吗 你们要是再来为难我姐姐 再肖想我家财产 我拿刀捅死 你们这群老不死的 反正我没满十四岁 不犯法 那些人嘴里骂骂咧咧 却再也不敢上门了 后面我上大学后 姐姐和她的大学同学 徐思杰结婚了 我一开始就不喜欢她 还有她的家人 但她表现得很老实 对姐姐很好 她妈也拉着姐姐 一口一声女儿 姐姐也非常喜欢她 俩人在不久之前就结了婚 我当时还在上学 只是请了三天假 参加了婚礼 然后匆匆赶回学校 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这家人就暴露了本性 但我也没办法 将我心中的不满发泄出来 毕竟我只在寒暑假回来 要是我走后 他们将对我的怒气 朝姐姐发泄出来怎么办 所以我面无表情地坐在沙发上 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想着这家人 只要不做什么特别过分的事情 我就先忍一忍 但那一家人 却主动对我犯贱 桃月英嘴里不停地 扒击着水果 从上往下瞟了我几眼 像去集市上买猪肉的眼神 大几了 大二 我皮笑肉不笑地回答她 她撇了撇嘴 一个女娃这么多书干嘛 最后还不是要嫁人生子的 何必浪费这个钱 我面部肌肉颤了颤 使劲掐了自己一把 这个就不用您关心了 您这么大年纪了 还是少操心一些事情吧 这样或许还可以多活几年 我在心里默默补充道 她听见我这话 半永久没一条 瞬间来尽了 什么叫不要我操心 你现在读书花的 可是我们老徐家的钱 你还当你姐姐没出嫁呀 要我说 现在这些女娃一点都不懂事 我们当年 家里姐妹出嫁了 就是别人家的人了 哪里还会上娘家打扰 我听到这话瞪大了眼睛 这家人的脸皮 厚到可以外包给美国 当防弹背心了 他们一家之前都在农村 徐思杰打拼了很多年 才当上公司里的校领导 把家里人接到城里来 全家靠她养活 租的房子又小又破 现在全家不要脸地 搬到我们家来 就肖想我们家的财产了 我忍不住了 猛地站起来 准备激情开卖 姐姐听到她婆婆说 这样的话 放下拖把冲到我面前 立声说道 妈 您说的这是什么话 杜杜是我亲妹妹 我把她从小带到大的 她永远都是我的家人 她读书的钱 是我们爸妈留给她的 她想读到什么时候 就读到什么时候 您再这样说 我要生气了 陶月英看见平时 无比温柔的姐姐 认真起来了 翻了个白眼 把头扭了过去 闭了嘴 我不想再和她讲话 走进了我的房间 走的时候 还听见她嘟囔 你爸妈留下来的钱 也是我们家的 谁叫你爸妈生的 都是女娃呢 我全当狗叫了 进了房间 姐姐没过多久也进来了 她坐到我旁边 握住我的手 满脸歉意地说 让你受委屈了 嘟嘟 姐姐已经给他们说了 爸妈的财产 永远都有一半是你的 这里也永远是你的家 我叹了口气 诚恳地看着姐姐 我没事姐姐 我也不在乎钱 我只是觉得 这家人不是什么好人 现在和结婚前 完全是两副嘴脸 我怕你会受委屈 姐姐愣了一下 垂眸摸着自己肚子 笑容无奈又温柔 是啊 确实和结婚前不一样 不过 姐姐已经怀孕了 咱俩是孤儿 姐姐不想 肚子里的孩子 也生活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 我一喜 伸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 姐姐的肚子 不敢相信 这里已经有一个生命了 姐姐看见我开心的样子 摸了摸我的头 所以 姐姐受委屈 没有关系的 姐姐只想 度度和宝宝 开心快乐就行了 你要是受了委屈 尽管和姐姐说 你是姐姐的底线 我点点头 期待着姐姐肚子里的孩子的诞生 晚上 我躺在床上思考着 虽然我很讨厌这一家人 但是为了姐姐和她肚子里的宝宝 以后还是要多克制一下自己的脾气 想着想着 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 门被敲响了 我以为是姐姐要和我说什么 下床去开门 门一打开 居然是今天躺在沙发上 像个死人的徐伟亮 做什么 我板着脸 语气不耐烦地说道 睡不着 来找你玩玩呗 她嬉皮笑脸地回答 眼睛滴溜溜地往我房间里乱瞟 要玩找你妈玩 我跟你很熟吗 什么脏东西 给我滚 我语速极快 说完砰的一声 将门关上了 之前姐姐结婚的时候 她穿着一身红色衣服当伴郎 贼没熟眼地看我 她身高一米七 瘦得像猴 驼背 油腻的头发 还散发着一股诡异的气味 我一开始还以为她是什么来蹭酒席的精神小伙 后面她还扯我裙子 想摸我大腿 我怒气冲冲地问她在干嘛 她嬉皮笑脸地说她在闹伴娘 这是他们那里的规矩 我二话不说 直接把她手扭到背后 一招制服 我可是从小和男孩打架打大的 这种寿猴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她当时痛得哇哇叫 连连求饶 我念着这是我姐的婚礼 不想折腾 于是一把把她丢在地上 去招待姐姐朋友去了 没想到上次没给她教训 她这次居然敢大半夜敲我的门 真是色胆包天 按照我平时的性格 直接把她拖进来 打得连她爹娘都不认识 现在我为了我姐 只是骂了她两句 我的脾气也太好了 感叹着 我再次进入了睡眠 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 姐姐和徐思杰都去上班了 我坐在桌子上 吃姐姐给我留的早餐 陶月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逆了我一眼 又开始不安分 嘖嘖 一觉睡到现在 我看你以后怎么嫁得出去 快点把饭吃了 去把中午饭做了 一点都不懂事 我从姐姐熬得喷香的 皮蛋瘦肉粥的碗里抬起头 微笑说着 不劳您费心了 我不结婚 也不影响我活着 而且 我不会做饭 说吧 桃月英还想说啥 徐伟亮从房间里出来了 嫁不出去没关系 你以后嫁给我呗 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现在更是亲上加亲了 她眼里闪着金光 直勾勾地看着我 你要嫁给我们伟亮 那可不能像现在这样了 家里的家务 你要包圆 对了 这套房子的名字 也要改成 思节伟亮的名字 哪有房子 写女人名字的 我跟你姐说了那么多次 她不改 说这套房子 有你的一半 以后 你要嫁给我们伟亮 就要先把名字改了 她听见她儿子的话 开始更加认真地挑剔我 好像我上赶着 给她家做儿媳妇一样 我无语凝噎 低头吃饭 没想到她们越说越肆意 我昨天就说 女娃不要读那么多书 你姐还反驳我 你姐大学 就和我们家思节认识了 她当时要是辍学 现在儿子都生了好几个了 不像现在 都二十七了 才怀上投胎 我看你这丫头 直接别读书了 明年和我们家伟亮 直接把婚结了 到时候和你姐 一起带我的孙子 这才是咱们女人 该做的事情 徐伟亮连连点头 满脸抱怨 是啊是啊 我不知道你们女生 读这么多书干嘛 最后还不是都要嫁人 还一个劲地 和我们男的抢资源 国家就应该像古代一样 禁止女的读书 不然我也不至于 没大学读 我深吸一口气 心中不断默念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气坏身体无人替 然后快速吃完碗里的饭 对他们展现标准的 露八颗牙齿的笑容 考大学 不是看参加考试的人数 而是看智商的 考不上的 多想想自己的问题 然后直接穿鞋离开 不管后面母子俩 骂骂咧咧的声音 我今天约了之前的 高中同学一起玩 玩了一下午的剧本纱 吃了晚饭之后 有同学提议说去酒吧 那是他亲戚开的 我们去可以给我们打折 大学生最听不得打折 这几个字 纷纷说要去 到了酒吧 只剩角落的台 可以坐下我们这么多人 我们也不在意 围着坐着 开始玩游戏 中途我上厕所 回位置的时候 被人撞了一下 酒吧现在正是人多的时候 我不经意地瞥了一眼 却瞥到了一个 让我很意外的人 我的姐夫 此时坐在一群人之间 怀里还搂着一个 穿着很暴露的女人 那个女人很显然 不是我的姐姐 我心里一惊 不动声色地 绕到她卡座的后面 背对着她 假装蹦迪 实则偷听 徐总 我最近业绩不太行 你今晚可要多开几瓶酒啊 宝贝开口了 我怎么会不从呢 开 宝贝想开多少 开多少 女人甜蜜的声音 和她故意压低的气泡音 传入我的耳朵 我耳朵对我说她想吐 徐思杰虽然是个小领导 但工资也没高到 既可以养家 又可以到酒吧挥霍 装阔绰的地步 家里的开支 肯定大部分是姐姐出的 我捏了捏拳头 吃我姐姐的 祝我姐姐的 居然还在外面装有钱人出轨 只是 宝贝你今天可不能回去咯 讨厌 你应该结婚了吧 为什么晚上不回家 是不是因为你老婆 没我漂亮呀 是啊 我老婆年轻的时候还行 现在天天做家务 也不知道收拾一下自己 怀孕了碰 都不让我碰 当自己多金贵呢 害得我隔三差五 都要花钱去找女人 哥也不是没这个钱 只是怕外面卖的女人不干净 我妈他们那一辈 怀孕了不仅要伺候男人 还要下地种田呢 不也照样把我和我弟生出来了吗 我之前只当他是一个 封建一点的男人 现在看来 就是一个纯粹的贱人 我在地上捡起了一个酒瓶 面无表情地举起 打算往他头上敲去 想到姐姐 我又顿住了 没抓到实质性的出轨 我用瓶子敲他 也只是出一时的气 姐姐不会和他离婚的 我放下酒瓶 眯了眯眼睛 心里想到了一个方案 我要把这不要脸的一家赶出去 我先他一步回到家 我本来想跟着他的 但姐姐一直给我打电话 催我回去 他两点多才回来 一身的酒气 一进门就大喊大叫发酒疯 我们全被他吵醒了 姐姐费劲把他扶到沙发上 我看到赶紧上前帮姐姐 陶月英披着件衣服 已在门边看了她儿子几眼 丝毫没有上前 帮我姐这个孕妇的打算 怎么喝成这个样子了 你这个当老婆的 也不多打几个电话劝着她 去给她下碗面 泡一杯蜂蜜水 盯着她吃完再让她睡 不然她明天起来难受 她打了个哈欠 嘴上安排好她儿子 又进卧室关上门睡觉了 我回来的时候 就听到姐姐给她打电话 但是她给挂断了 老女人那个时候睡得正香 现在醒了就怪我姐 不管她那快三十岁的巨婴儿子 姐姐没说什么 一副早就习以为常的样子 去厨房下面去了 我站在旁边 越看越气 去厕所拿脚盆 接了一大盆冷水 朝她脸上泼去 草 她惊呼一声 眼神瞬间就清醒了 我丢下脸盆 朝厨房里的姐姐喊道 姐姐 她酒醒了 不用给她煮面条了 你有病啊 破我水干嘛 给我滚出去 我一脸阴沉地看着她 你再抄抄 信不信我用这个脚盆 给你开个瓢 她就是个耸包 看见我这副样子 一时间愣住了 我翻了个白眼 拉着文生赶过来的姐姐进房间了 姐姐你不用管她 她就是喝多了而已 又死不了 她在外面喝酒喝成这个样子 是她自己的原因 她这样挺难受的 夫妻之间本就要相互体谅 你快点睡吧 我去把你姐夫安顿好 我也睡了 姐姐安抚地摸了摸我的头 又去伺候徐思杰了 我坐在床上生闷气 想去帮姐姐 但又怕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下手打她 思来想去 我还是睡了 这几天 我都跟着徐思杰 她下班之后都回了家 不知道为什么 她这几天都意外地规矩 闲得快长蘑菇的我 反而发现了另外一个人的秘密 陶月英 经常和老头开终点房 她每次出门都会精心打扮 衣服领子很低 身上满是香水 下午打麻将 晚上跳广场舞 有的时候下午打完麻将 就和打麻将的老头一起去开房 有时候下午就去开房 然后晚上和老头一起跳舞 时间管理大师啊 怪不得她衣服首饰 看上去都不便宜 真是难为她了 这么大年龄 还在外面这么努力工作 我拿手机拍下了她和这些老头的照片 长期看刑侦剧的我 敏锐发现这些老头中 有好几个都有老婆 因为当老头和另外一个老婆婆 出现的时候 会假装和陶月英不认识 泽泽 真是世风日下呀 我准备从中作梗的时候 徐思杰在吃饭时 对姐姐开口要钱了 我本来有些疑惑她这几天 为什么这么安分 她一开口我就知道了 老婆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你给我一点钱呗 她给姐姐加了一筷子菜 然后看着她开口道 怎么又没钱了 这个月初不是才找我拿了五千块吗 姐姐停下筷子 醋没问到 嗨呀 做生意总是有赚有赔嘛 前期都是这样 后期稳定了 我就可以经常往家里拿钱了 徐思杰笑嘻嘻地看着姐姐 你拿的也太多了 我现在工资也不高 经不起你这样赔 你还是不要做生意了吧 咱们没必要追求大富大贵 把日子过好就行了 我知道你工资低 你爸妈不是给你留了钱吗 那么多 拿一点出来没事的 那些钱肚肚以后要用啊 她现在还在读书 以后工作 结婚哪哪都需要钱 以后孩子出生了也要钱 这钱不能动 你这就不对了吗 你嫁给我们家 成了我们家的人 这钱自然也是我们家的 女人哪里懂管钱呦 再说了 你妹妹以后直接嫁给咱们伟亮算了 你们姐妹俩都是老徐家的人 这笔钱自然就交给老徐家打理了 这一家人对着姐姐左一言右一句 姐姐急红了脸 姐姐 姐夫既然是做正经营生 你就给她些钱吧 咱们都是一家人 我少花一点就行了 我悠悠开口道 度度你 姐姐惊讶地看着我 你这丫头比你姐懂事多了 放心 姐夫赚了钱 少不了你的好处 徐思杰满意地看着我 桃月英也露出了赞许的目光 我露出善解人意的微笑 欲让其王 先令其狂 不让他拿到钱 怎么找到他出去调的证据呢 没过两天 他就露出了马脚 一个周末 姐姐去公司加班 她去KTV接了一个女人 亲密地搂着她 给她买东西 衣服 化妆品 都是平时姐姐舍不得买的东西 她拿着姐姐的钱 装阔绰 给外面的女人一个价买 虽然我对她的印象已经够坏了 没想到她还能打破下线 买完东西 我以为他们要去开房 我已经做好准备拨打电话 告她嫖娼 但是她居然带着女人回到了家里 她带着全家老小 住进了我家里的房子 现在来 连嫖娼也要在家里嫖 世界上还有这么贱的贱人 我气得恨不得把她抓起来 放嘴里嚼烂 我一路尾随着她 看着她回到了家里 我站在楼下 看见她拉上了姐姐房间的窗帘 我拨打了警察的电话 举报有人在家里嫖娼 然后给姐姐打了个电话 告诉她家里有急事 赶紧回来 警察很快就到 我跟着她上门 打开了房间门 陶月英在家里看电视 看见我和警察一起上门 先是一惊 然后指着我骂 你个死丫头 你咋把警察招来了 我没有管她 指着我姐姐的房间 对警察说 就在那个房间 我姐夫就在那个房间嫖娼 我亲眼见到的 她从KTV借了一个姐姐到家里来 陶月英听见我的话 布满皱纹的老脸 瞬间变得猙獰无比 宛如恶鬼一般冲上来 想要打我 你个贱蹄子 你乱说什么 快把你那张贱嘴闭上 不然我打死你 有警察在 他当然打不了我 高高扬起的手 被警察拦住 助手 你怎么能打人呢 这是我准儿媳妇 就是我家的人 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你就算是警察 也管不到我 陶月英慷慨激昂地发表 自己的法盲言论 我直接一个箭步 冲到她儿子在的房间 不停地敲门 几秒钟后 她一边开门 一边有些慌张地问道 怎么了妈 是安玉回来了吗 她看见我 眉头皱成一团 开始质问我 怎么是你 你不是出去玩了 现在回来干什么 我冷笑一声 在我的房子里 问我回来干什么 简直是倒反天罡 这是你的房子吗 你在这里狗叫 我骂了一声 然后转身 对警察说道 警察叔叔 就是他 我的姐夫 趁着我怀孕的姐姐 加班补贴家用 就召集上门 还是在我姐姐的卧室 你们一定要 为我和我姐姐 讨回公道啊 我掐了一把大腿 瞬间声泪俱下 警察看了一眼 凶神恶煞的老太婆 再转头看着 只穿了一条 红内裤 满身 吻痕的徐思杰 还有满脸泪水的我 板着脸 走到徐思杰面前 把房门彻底推开 一个女人正在 慌忙穿衣服 警察询问 这是你的妻子吗 是的 你别听这死丫头瞎说 这就是我老婆 她连连点头 老太婆听见儿子的话 眼珠子一转 也赶紧说 是的 这就是我儿媳妇 这丫头精神有问题 一天喜欢瞎报警 我废话不多说 指着姐姐房间挂着的结婚照 说道 警察叔叔 你们看看 照片上的女人和你们面前的女人有半毛钱关系吗 警察看了看 对徐思杰和那个女人说 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还有聊天记录 谢谢 她只好掏出证件和聊天记录 警察看了看 俩人有很长时间的聊天记录 确定俩人是认识的 不属于嫖娼 那个女人见没事赶紧跑掉了 警察同志 这就是我找的小三 这也不犯法呀 再说了 你们也是男人 你们肯定也懂我吧 老婆怀孕了 偶尔偷吃也没什么呀 你们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 徐思杰掏出一包烟 递给警察 警察没有接 而是用鄙夷的眼神看着她 放屁 你这分明就是嫖娼 还是拿我姐的钱去嫖 我呸 你简直不是人 人家警察叔叔和你压根不是一个物种 你别套近乎 我真的被她恶心到了 居然把警察和她一概而论 你这个死丫头 你在乱说 信不信我把你赶出去 闭嘴 姐姐站在门口 不知道她站了多久 老婆 你怎么 你怎么 徐思杰心虚地看着姐姐 随即想到了什么 扭头看我 愤愤地说 是你 你非要破坏我和你姐的关系是吧 你说你一这么年轻女的 心思咋就这么毒呢 姐姐二话不说 上前扇了徐思杰一巴掌 我们离婚吧 她捂着脸 一脸不可置信 你说什么 这都是你妹妹做妖做出来的 你却要和我离婚 你没事吧 老太婆也骂骂咧咧道 你都是当妈的人了 怎么还这么不懂事 哪个男人不偷心啊 这么点小事 你就要搅得家宅不宁是吧 警察看着眼前混乱的一家人 尴尬咳了两声 说道 这是你们的家事 既然是出轨不是嫖娼 也没我们警察什么事了 然后又一脸严肃地看向徐思杰 不过 出轨小三虽然不犯法 但是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 只要是个正常男人 就不会做这种事情 请你不要拉低公民的道德底线 说罢便离开 留下徐思杰和陶月英面面相去 喂 你 快去和我姐离婚 晦气玩意儿 我朝他喊道 你个死丫头 你在这里叫什么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信不信老子弄死你 你还在这里狗叫 来来来 我倒要看看 你要怎么弄死我 我插着腰 一脸蔑视地看着他 他见自己的话 一点威慑力没有 觉得自己没有面子 上前想动手打我 姐姐直接就是两个巴掌 酷酷扇他 够了 你不仅带女人到我家里来 现在还想打我妹妹 徐思杰摸着脸 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姐姐 你还打我 陶月英看见这一幕 鼻翼急速吸动着 你又打我儿子 简直是反了天了 他准备上前殴打我姐 我直接一脚踢开他 然后去厨房 抄起一把刀 把我姐护在身后 用刀指着他们 老子告诉你们 我忍你们很久了 仗着不要脸在 我家白吃白喝 还出轨 还想对我姐动手 呸 今天谁敢动他 我砍死谁 边说边向他们狠狠挥着刀 陶月英和徐思杰 被我吓到了 闭上了嘴 没再说话 现在滚出我的房子 马上滚 这俩人像过街老鼠一样逃跑了 我冷静下来 放下菜刀 看着姐姐 姐姐 你没事吧 其实我觉得 姐姐一时之间 肯定很难接受 自己怀孕了 还去加班补贴家用 结果老公 却趁着自己不在 把人带到家里来 她好像灵魂离体了一般 目光呆滞又悲伤 姐姐 姐姐 你不要这样子 我伸手摇了摇她 她的眼神才慢慢聚焦 在我脸上 杜杜 为什么 我不明白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她眼眶慢慢变红 声音也开始哽咽 悲伤的双眼里满是不解 姐姐 你没有任何错误 你给他们家做牛做马 但很显然 这一家人全是贱人 我擦去她脸上的泪水 看着她的眼睛 认真的说 对于这种贱人 你做再多 他们也不会记在心里 反而会向你所求更多 你现在已经发现 她的真面目了 就应该及时止损 对吧 看着一脸纠结的姐姐 我抛出一枚核弹 你肯定也不想 让你肚子里的孩子 一出生就有一个喜欢嫖娼 还喜欢把家里的钱 拿给外面女人 用的父亲对吧 你就算自己受得了这个苦 可孩子呢 你也想她像咱俩一样 命途多船吗 听到我的话 姐姐的眼神 慢慢坚定起来 杜杜 你说得对 她懒 不上进 都没有关系 我都可以忍受 但我不想 孩子有一个 三观不正的爸爸 我马上就和她离婚 姐姐说着 抹了把自己的脸 去翻结婚证 还有户口本去了 我松了一口气 还好在姐姐心里 孩子比老公重要 走到客厅的角落里 我收起了摄像机 我原本想的是 发现了她嫖娼 她回来和姐姐 肯定会有争执 所以我提前放好了摄像机 为她俩离婚 准备更多证据 没想到 拍到了她出轨的过程 她肯定不会同意离婚 我要尽可能地收集证据 姐姐一定要和她离婚 姐姐收拾好东西 掏出手机 给她打了电话 我贴到手机旁边 听她们讲电话 去民政局 我们离婚 老婆 你不要这么冲动 我确实犯了错 但也不至于离婚嘛 我平时对你那么好 你忍心因为一件小事 就要和我离婚嘛 而且你肚子里还有我们的宝宝 你忍心宝宝一出生 就没有父亲嘛 我准备把电话夺过去 但是姐姐却先我一步吼了出来 我忍心 是我逼着你出轨的 你都是要当父亲的人了 还把人带到家里来 我为了这段婚姻 忍受你那是多的妈 邋遢的地 现在你还要我的孩子 忍受一个爱到处嫖的父亲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离婚 那我们就法院见吧 姐姐不等她说话 就把电话挂了 气得不停地喘气 我赶紧给姐姐顺气 生怕她气坏了身体 姐姐 不要生气 男人嘛 这个世界上多的是 不要为了这种男的生气熬 姐姐久久不语 第二天 民政局门口 姐姐并没有等来她 她只给姐姐发了一条消息 老婆 我今天再来家里找你聊聊好吗 不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好不好 姐姐已经把话说得很绝了 她居然还是不死心 但也没办法 只好先回去 如果她还不同意离婚 就起诉她 中午 门被敲响了 姐姐一打开门 就看到徐思杰跪在地上 一脸恳求地看着姐姐 陶月鹰跟在后面 也是满脸愁容 宝宝 求求你 不要闹情绪了好不好 就算你再怎么生我的气 也不能让孩子 没有父亲呢 是啊 乖孩子听话 咱不闹情绪了 我和她受点苦 没有关系 但你还是个孕妇 需要人照顾呀 妈怕你受苦 我健壮 直接把我收拾好的 她一家的东西 直接丢出门外 闹什么情绪 你们这辈子 都别想住进这里了 别在这里假惺惺的 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别来脏了我姐的眼 东西砸在她身上 她没有任何反应 还是一脸哀求地 看着姐姐 我心里闪过一丝怪异 这俩人真奇怪 平时那么重面子 这次怎么会舔着脸 一直跪着求姐姐原谅呢 我疑惑着 她弟弟徐伟亮 拿着手机 出现在了我门口 家人们 看到没有 我说的没错吧 我嫂子和她妹妹 就是这么瞒不讲理 把我们一家赶出来 我哥都给他们下跪了 他们居然直接 把我们的东西丢出来 这个世界上还有天理吗 边说边把手机 往我们身上对 徐伟亮是个游戏小主播 有一点粉丝量 我打开手机 点进她的直播 发现人数越来越多 都是在骂我俩的 说我俩不识好歹 有这么好的老公婆婆 还不珍惜 徐思杰走到我身边 小声说道 看到没有 老子有的是方法收拾你们 看你姐以后 还敢不敢提离婚 我思绪光放 在直播和徐思杰身上了 没注意到 姐姐走到徐伟亮身边 想拿走她的手机 你别直播了 也别乱说话了 杜杜是个学生 你这么诋毁她 她以后在学校里 要被怎么看啊 我说错什么了吗 兄弟们 快看看啊 这个女人就是个贱人 我哥我妈舍不得骂她 我敢 我就是这么真性情 你这么怕被曝光 是不是因为 你肚子里的货 其实就是个野种呢 边说边把摄像头 对到姐姐肚子上 来给兄弟们看看 看看她肚子里 到底是不是野种啊 哈哈哈哈 什么摸一下 好 既然这位大哥刷了火箭 我就帮你摸一摸 我听到这一句话 抬头一看 姐姐被她的镜头 逼到楼梯口 我想上前阻止 已经来不及了 随着她伸手 姐姐下意识往后退了一大步 一只脚踩空 整个人重心不稳 重重地摔了下去 啊 姐姐惨叫出声 捂着肚子 在地上痛苦地颤抖 我赶紧跑到姐姐身边 发现她的身下全是血 我掏出手机 拨打了报警电话 陶月鹰看见姐姐身下的血 大叫一声 跑到姐姐身边 急得直跺脚 哎哟 我的大孙子呀 我的大孙子呀 而徐思杰 看见姐姐出事的第一反应 是关了他弟弟的直播 打完120 我死死地盯着他和他弟弟 你以为关了直播就没事了 我告诉你 你们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救护车很快就来了 一到医院 姐姐就进了手术室 但没过多久 医生就走了出来 遗憾地摇了摇头 说孩子没保住 陶月鹰急得上蹿下跳 握着医生的手 急切地说道 医生 你们再努力一下 这可是我盼了好久的大孙子啊 我求你们了 医生摇了摇头 拉开他的手 离开了 徐思杰上前安慰陶月鹰 妈 你别伤心 你有俩儿子 孙子总会有的 儿子今年绝对让你有个孙子 他弟弟也上前安慰道 是啊 妈 你想要几个 儿子就让那些女人生几个 看着眼前的一家人 我面无表情地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局里 这一家人都对着警察狡辩 警察同志 这也不是我的错呀 我只是想摸一摸他的肚子而已 他自己就摔下去了 这难道不是因为他太敏感了吗 是啊 警察先生 我这个儿媳妇 一天天是多的哟 之前还把我们一家人赶出去了 现在我们好心回来照顾他 他也不领情 还把东西扔了出来 你说说 你说说 我真是倒霉呀 辛辛苦苦把两个儿子带大 操劳一辈子 结果摊上这么个儿媳妇 真是家门不幸啊 陶月鹰一个劲地哭 哭他养儿子的辛苦 哭儿媳妇不孝 哭他死去的大孙子 警察看见眼前一家人 嘴角抽了抽 我白了他们一眼 开口 我们家门口有监控 而且他开直播 造我和我姐姐的谣 还侵犯了我俩的肖像权 导致我姐姐摔下楼梯 这一切 全是他们一家人的错 哎 你这个小姑娘咋说话的 空口无凭就想污蔑我儿子 信不信我打死你 请你们不要再吵了 我们会调查的 安女士已经流产了 如果真的是他人导致流产的 我们肯定会追究她的刑事责任的 你们先等候我们的调查结果吧 一听要判刑 这一家人就开始紧张了 他们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妹妹 你看 伪亮也不是故意的不是 你能不能去和警察说 不要追究这件事了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进监狱吗 那他也太可怜了吧 去你妈的 他可怜 他这种人 我看一眼都恶心地想吐 活着浪费空气 死了污染土地 你与其让我心软 还不如说他去监狱浪费国家资源呢 说不定我还能同意 像他这样的人 凭什么吃国家饭呀 就应该丢垃圾厂 一把火给烧了 我说完 他脸色已经黑成了锅底 我朝他呸了一口 转身就离开 不管他们在我身后如何破防 第二天 姐姐还在医院 我就在家里给他炖鸡汤 我拿着鸡汤到医院的时候 发现他坐在姐姐的病床边 老婆 我错了 他也不是故意的 你就原谅他吧 等你休养一段时间 咱们再要一个孩子好不好 伪量还小 进了监狱 他就毁了 姐姐闭着眼睛 显然不想理他 求求你了 老婆 他拉着姐姐的手不停晃悠 完全不管姐姐的手打着吊针 看见这一幕 我掏出鸡汤 直接一个爆扣在他头上 啊啊啊 鸡汤炖好之后 我等他凉了一会儿再盛起来的 虽然很烫 但不至于把人烫出事 但他叫得 好像我泼了浓硫酸一样 看着他这副大惊小怪的样子 我骂道 贱人 你来这里干什么 你还有脸来见我姐 他抹了一把脸 指着我骂道 你真是个疯子 我看我老婆 关你什么事 哎呦呦 你老婆 我姐承认吗 我很好奇你这么厚的脸皮 这汤还能把你烫到啊 好了 你快点走 你再不走我要叫保安了 姐姐不耐烦地看着他 只要你同意写谅解书 我马上就走 他无赖地说道 不可能 你现在从楼上跳下去 我们都不会放弃 起诉他 就算是把房子卖了 我也要去告他 我一脸志在必得地看着他 他见我态度坚定 终于不装了 他一屁股坐在板凳上 敲起二郎腿 点了一支烟 还是要起诉是吧 行 那咱们永远也别离婚了 我和我妈每天都到你家门口呢 我看你们姐妹俩 以后还怎么嫁出去 他一副我给过你们机会 但谁叫你们敬酒 不吃吃罚酒的样子 看上去嚣张极了 我直接抽走他手上的烟 放在脚下踩灭 然后丢进了垃圾桶 然后用手指着他说道 好啊 我倒要看看 你能嚣张到几时 他扯了扯衣服 对着我自信一笑 然后嚣张离开 笑 我让他笑 我找到了他们公司的邮箱 把他承认自己出轨的视频 还有他递直播来找我姐的视频 还有我姐流产的住院证明 还有他和我姐的结婚照 统统打包 发送了过去 并把他做的那些事 排了板 印到传单上 站在他公司门口 路过一个人 我就发一张 发了几十张的时候 他也来上班了 他看见我 还有我手上的传单时 整个人暴跳如雷 你在乱发些什么 你别在这里诽谤我 边说边想抢走我手上的传单 我紧紧抱在怀里 不让他抢走 我没有乱说 你就是做了对不起我姐的事情 你家人还害我姐流产了 我扯着嗓子一顿号 把周围的人都嚎到我们身边看热闹 我看人挺多的了 然后把手一松 他立马就扯了过去 我故意顺着他的力度 重重倒在了地上 啊 好痛 他扯过传单 费力全部撕烂 扔垃圾桶 但当他抬头 环视四周的时候 发现周围的人 全部都拿鄙夷的眼神 看着他 他看着倒在地上的我 慌张地开口解释 不是我 是他自己 他还没来得及解释 我就更加大声地开口 之前你这么对我 我可以忍气吞声 但现在你又出轨 又让姐姐流产 姐姐是我的底线 谁也别想伤害我姐姐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要告诉别人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就算是打死我 我也不会屈服的 他想上前捂我的嘴 但我装作怕被他打的样子 全身颤抖蜷缩起来 够了 住手 旁观的人看不下去了 两个姐姐上前把我护住 一个哥哥挡在了她的身前 你平时在公司装得人母狗样的 没想到又家暴又出轨 她的同事们纷纷指责道 我没有家暴她 你们不要被这个贱人骗了 她确实没有家暴 但现在这个情况 谁会信她呢 你们在干什么 一个浑厚的声音传来 人们自动为其开了一条路 看来是老板呢 我猛地掐了自己好几把 眼眶瞬间红了 对不起 我不应该因为自己的私事 影响大家的 我现在就走 我说着 抹了一把脸上的泪 就要起身离开 我面前的姐姐 一脸不忍地看了看我 牵住了我的手 看向老板 老板 是徐思杰对她姐姐 做了不好的事情 她想要来讨个公道 这是徐思杰的错 这位小妹妹是无辜的 姐姐把事情的前因后果 讲了个清楚 周围的人 也对徐思杰指指点点 老板看着大家对她的态度 听完了姐姐的叙述 点点头 我知道 我会去核实这件事情的 如果她真的做了这些事 我不会袖手旁观的 我这一辈子 最瞧不起的 就是这种男人 徐思杰张嘴想解释 但老板却没给她机会 说完便离开 其他员工安慰了我一两句 也跟着离开 那个为我出头的姐姐 安慰了我好久 我怕她上班迟到 叫她赶紧去上班 她就把她的联系方式给我了 叫我要是不开心 就给她发消息 我感激地和她说了再见 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 第二天一早 门就被敲开了 不出我所料 桃月英来了 她一看到我 就开始叫唤 哎呦喂 家门不幸啊 儿媳妇虐待婆婆了 哎呦喂 快来看看了 这时正是中午 很多人上下班上下学 看见我家的情况 驻足在楼梯间观看 她一边好 一边恶狠狠地看着我 小声说道 你搅还我儿子的工作 看我接下来整不死你 看着眼前的老太婆 我痴笑一声 把门打开 家里坐着的几个老婆婆 朝她围了上去 真是下贱啊 勾引我老公不够 还跑到小姑娘家里来闹 就是这么大年纪了 还穿得这么风骚 给谁看呢 这些老婆婆 都是和桃月英 开房的老头的老伴 还好当初 我记下了这些婆婆的样子 前几天我跑去周围的 麻将馆和广场 蹲守这些婆婆 有些婆婆我没蹲到 但还好这个死老太婆 平时都没闲着 我还是蹲到了三个婆婆 我二话不说 直接把照片给他们看 告诉他们 这是我姐姐的婆婆 平时老是出去勾搭老头 或许是平时桃月英 打扮的就很风骚 喜欢和老头们调情 这些婆婆早就看她不惯 这下赤裸裸的证据 直接摆在他们面前 他们气得恨不得 把手里的菜给砸了 我告诉他们 他不仅在外面勾引男人 在家里还各种 对我和我姐不好 我姐都流产了 她还不消停 他们立刻义愤填膺 我就顺势邀请他们 到我家来 我说我婆婆 肯定会来我家 到时候请他们一定要 帮帮我们姐妹俩 现在桃月英一脸蒙地 看着他们 你们是谁呀 我不认识你们 我抱胸倚着墙 解释道 哦 这几个婆婆 就是当初和你去开 终点房的老头的老婆 她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你这个贱蹄子 你非要搞得每个人 都不安生你 才开心吧 一个婆婆朝她呸了一口 骂道 你为难一个小姑娘干什么 那些事不是你做的呀 你有脸做 你就没脸面对吗 还有一个婆婆 直接揪起了她的头发 我看着眼前混乱的场景 笑了笑 抓起一桶爆米花 开始看好戏 被收拾一顿之后 这个老女人终于老实了 只是名声也臭了 几个婆婆的战斗力 着实很强 几天时间 街坊邻居一提起她 就说是一个老不要脸的人 让我没想到的是 徐思杰公司 居然亲自给我发了一条邮件 说他们核实之后 已经开除了她 并且会让她在这个行业里 再也找不到工作 她的弟弟也顺利入狱 姐姐在法院上诉 已经成功了 徐思杰净身出户 虽然她本来也没什么财产 不要脸的带着一大家子 住到我家 自己的工资 就自己拿去给外面的女人花 家里全靠我姐姐补贴 现在她没工作 没房子 还有一个入狱的弟弟 和名声烂调的六旬老母 真好奇 她后面该怎么活下去 姐姐离完婚 消沉一段时间后 开始打起精神 她开始健身 看书 不断提升自己 我也可以放心去学校了 再次见到 那不要脸的一家 是在大街上 陶月英拿着一把扫帚 在吭哧吭哧地扫大街 徐思杰穿得一身破烂 找她要钱 陶月英掏出口袋里的零钱 准备数几张给她 却被她全部抢走了 老太婆急地把扫帚都丢了 我看着瞬间就来劲了 去买了炸鸡和瓜子 坐在路边边吃边吐 用过的纸也往地上丢 老太婆一扫完我就 制造新的垃圾出来 她气得直跳脚 我却每天都带着朋友 来这条街上丢垃圾 我还觉得不过瘾 又去买了一条小金毛 每天都到这条街上遛狗 让狗狗在家里憋得时 都拉在这条大街上 我还和朋友一起 去其他落叶多的地方 把落叶扫起来 扔到她扫的地方 既帮助了其他环卫工人 又报复了这个老太婆 这成为了我放假的一大消遣 乐此不疲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高考初分 我考上北大 为了低调 我谎称只上一本 一项成绩不怎么好的堂弟 向我炫耀说 他的分数可以上北大 小叔开始笑话我说 女孩子就是不如他家金儿聪明 还逼着我爸 将我家房子过户给他 我看着堂弟的高考分数和网友晒分 那是一模一样 联系网友后 知道是我堂弟在说谎 我请来了当地记者 开始大肆宣扬我那好学的堂弟 还将堂弟那张PS过的图片当场展示 刚查完高考分数后 正想告诉爸妈 我的分数可以报北大时 就见小叔急匆匆地带着一群亲戚来到我家 鞋都不换 直接拉着我的手大 喘气地问道 出分了 你考几分 我被小叔急切的样子吓到了 快说呀 你到底考几分了 小叔使劲地摇晃着我的肩膀 还试图用手掰开我的嘴巴 看起来就很疯癫 我爸妈看出我书的不对劲 立马上前阻止 但小叔还是纹丝未动 一直大喊大叫 快说呀 你到底考几分呢 快说呀 旁边的亲戚也开口劝我 快说吧 就一个分数又不是存款 这还能藏着掖着呀 是不是没考好啊 别害怕都是自家人 我们还能笑话你不成 我看着小叔那个癫狂的样子 我怕刺激到他 就不敢将我考了685的分数说出来 而是怯生生地说 我考了535分 几分 你再说一遍 我又重复一遍 535分 小叔听到这个分数 立马放开了我 随后客厅发出了轰鸣般的笑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绕着我走了一圈 535分 哈哈 才535分 你知道我儿子考了几分吗 他考了675分呢 他的分都可以上北大了 看你平时作业不离手的 考出来的分数 怎么这么少啊 哈哈哈 小叔拍了拍我爸的肩膀 我就说 女孩子上高中了 那学习能力呀 肯定是比不上男孩子的 小叔用手在我眼前晃了几下 你也别不服气 这个智商方面 天生的也没办法 你堂弟就是聪明 平时考试不显山不露水的 只为考试的时候一鸣惊人 我没有不服气 我只是蛮震惊的 我堂弟林章锐居然可以考那么高 不是我戴着有色眼镜 而是我堂弟从小的表现 就不像学霸 我小叔那时从小到大 就宣扬他儿子是学霸 中考没考上好高中 是因为答题卡没图好 省智剑没考好 那是因为那天拉肚子了 张口闭口就是 反正男孩子嘛 学习有后劲 小叔平时说话不着调 办事不靠谱 但不至于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吧 我对着我小叔就送上祝福 恭喜小叔啊 堂弟真是太棒了 小叔对我说的话显然很受用 他半摊在沙发上 那架势俨然和慈禧一样 我儿子考上北大 那相当于犯境终局啊 你们知道北大的含金量吗 他眼神扫视众人 开始轻蔑地笑了起来 算了 跟你们这些土包子 说你们也不懂 浪费我时间 他对我爸勾了勾手指头 大哥 你过来 我有话和你说 我爸满脸疑惑 什么事 你也知道的 我家条件不好的 一家三口人 就挤在四十五平的小房子里 如今我儿子考上了北大 可不能再住在那里 小叔眼里露出了脚霞 我看你这个房子大 装下我们家三人 还绰绰有余 我爸看了我和我妈一眼 皱着眉头有点为难 啊这 成皱是女孩子 你们住过来太不方便了 小叔听到这话 顿时就炸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儿子可是考上北大呢 你知道有多少人 求着我们去住 我们都不去 我们这是让你们仗喜气 你们别不知好歹 听到这话 我没忍住笑出声来 你只是考上北大 又不是财神爷 小叔听到我的笑声 为了晚尊 他拉着我大伯母的袖子 既然没那福气 那我就去你家吧 毕竟你家小女儿 蠢得和猪一样 我儿子过去 还能给他补补课 大伯母吓得连连白手 我家福伯 哪能受得住 这天大的福气 小叔顿时垮下脸 但仍旧不死心 他又将目光 移到了下一个人身上 下一个人连连白手摇头 再下一个人 也是如此场景 这画面具象老师提问 而学渣不会吓得连连摇头的样子 大家都不是傻子 这要是让小叔他们一家住进来 吃不吃得到肉不好说 肯定会惹得一身心 小叔这人 在我们亲戚间 可是出了名的 偷奸耍华 爱占便宜 他前几年借了我家 好十几万 都不还的 一叫他还 他就跑到我家门前 哭天喊地说 我们瞧不起 他这个穷亲戚 不体谅他挣钱 不容易还 天天逼着他还钱 还说 不能像谁谁一样 天天补贴弟弟 居然向弟弟要钱 这副操作 搞得我爸 再也不敢叫他还钱 我们两家的关系 也淡了不少 后来 由于我和堂弟同时中考 我考上了重点高中 而他只考上了三级高中 听说我小叔逢人就说 我是走后门的 自此 两家的关系更淡 今天小叔上门 我们都挺诧异的 没想到 打的是这个主意啊 好啊 好啊 给你们福气 你们都不沾 小叔拿起了沙发抱枕 就当枕头枕在了自己的脖子下 我不管了 今天二哥要是不让我家乖宝搬进来的话 我就带着我家乖宝轮流去大家家里住 小叔这是铁了心的 要住在我家 亲戚们为了自保 开始纷纷道德绑架起 我爸和我妈 就让林张瑞助你加倍 也就多三双筷子的事情 就住几天 到时候开学了 就去上课了 那有什么的 都是自家亲戚 住一下怎么了 我爸和我妈两人 支支吾吾了半天 愣是没说出一句话来 我知道 他们是碍于情分 不好意思直接拒绝 我受不了了 从小我就和林张瑞不对付 他小时候 老是仗着家里人的宠爱打我 抢我东西 我又不是受虐体制 我还能让他住在我家里不成 不行 不给住 谁要来 我就打电话报警 让警察叔叔把他捉进去 让他去北大前 先住住大铁窗 我要来 你也要把我这把老骨头 送到监狱里吗 我顺着声音 望去就见我爷爷 在林张瑞的搀扶下 举着根拐杖 颤颤巍巍地向我这边走来 来呀 你赶紧把我这个老骨头 送到监狱里去呗 说着就将手举到我爸的面前 我爸吓得身子都挖了大半截 爸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谁敢送你去监狱呀 再说 你不犯法 人家也不收呀 爷爷对着我冷哼一声 大人说话 你小孩子插什么嘴 姑娘家家的 就是不如男孩子稳重 林张瑞听到这话 立马将腰杆挺着直直的 还给了我一个白眼 看得我拳头都硬了起来 老二 我做主了 就让张瑞住在这边 张瑞是天上的文曲星 下凡到我们家的 住在你们家是你们的福气 说不定你们沾到张瑞的福气 就能给你们找个好女婿 我爷爷又将矛头对准了我 丫头啊 不是我说你 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 有什么用 还不如找个男人嫁了 到时候生个孩子 早生你爸妈早舒服 天天这几句 我都可以倒背出来了 小叔看有爷爷撑腰连忙附和 就是的 读那么多书 有什么用 小叔边说边举起了林张瑞的手 看我虽然没读过书 但是我培养的儿子上了北大 边上的亲戚 也很应景地鼓起了掌 张瑞从小我看着就聪明 他将来肯定是我们家族里面 最有出息的 林张瑞听见这些奉承的话音 嘴角的笑容 怎么都掩饰不住 女生嘛 就初中前学得好 高中之后就不行了 我白了他一眼 那可不一定 好了 别吵了 爷爷将拐杖重重地往地上一敲 他回头问道 张瑞 你想住哪一间房间 你自己选 爷爷扫尸了一圈 最后将眼神定在了我爸的身上 我老头子心脏不好 可不经受气 爷爷的话成功阻止了 我爸和我妈想说的话 嗯 我比较想住堂姐的房间 当然不可以 当然不行 这怎么可以 我和我爸妈的反对声同时响起 爷爷 我是一个女孩子 林张瑞怎么可以住在我房间里 就是 他们俩都多大了 又不是小孩子 我妈碎碎念 这不行 这肯定不行的 成咒已经是大姑娘了 我观察到林张瑞不动声色地 扯了扯爷爷的衣袖 你们这是存心想逼死我呀 爷爷说着就开始捶自己的胸口 边上的亲戚又开始化身圣母了 都是自己亲戚 住个房间又能怎么了 古代表兄妹都是能成亲的 君子论计不论心的 这要是把老爷子气出个什么好歹 他们的脊量骨还不得被人戳破 要不是打人犯法 我都想上前抽他们每个人一个巴掌了 不行 房子又不是你们的 你们凭什么替我做主 爷爷气得想用拐杖打我 被我躲了过去 他喘着大气 这是我儿子的房子 我大声反驳 这是我的房子 房产证写的是我的名字 爷爷用手指着我爸 老二你说 这房子是你的还是这丫头的 爸 早在成咒高考结束的第二天 我就已经将这房子过户给他 你也知道的女孩子 还是要有房子才有底气的 爷爷对我爸吐了口口水 废物 林张瑞的眼神闪过一丝嫉妒和愤恨 被我看见了 他很快调整好自己的表情 挤出了一个笑脸 恭喜姐姐有自己的房子了 刚刚是我思虑不周了 我和姐姐道个歉哈 对不住姐姐了 那我住在二伯的房间就好了 林张瑞真是个男绿茶 我爸妈的房间就是主卧 是整个房子面积最大最好的房间 哪有人去别人家做客 要住人家主卧的 林张瑞这人 要么脑壳子坏掉 要么就是心眼坏 老二 这下你们没意见了吧 张瑞可是我们家族第一个考上北大的文曲星呢 爷爷边说边咳 那口水都快抛到门口去了 我刚想说出拒绝的话 就被我爸拉到了角落里 成昼 要不就让张瑞住我屋那边吧 我要是再拒绝 你爷爷的身体受不了 另外 张瑞在我们家 偶尔有问题 你也能问问他 我爸叹了口气 语重心长道 我知道你一直想上北大 但这次你可能是失误了 所以才考了535分 你要是想复读爸 也是双手赞成的 我知我爸是最重感情 和最于笑的 可是让他们住进去 无疑是捉只老鼠浸米缸 我忍不住纠结了起来 快点啊 我那考上北大的文曲星乖儿子 累了要休息呢 我们来你家是让你们长福气 要是像以前 你们这种生女儿的 只能躲在门缝里 观看我儿子的神采 听着小叔那些话 我气得冲到了林张瑞的面前 我想验证一下我的猜想 林张瑞可以给一下你的高考 分数截图吗 林张瑞神色都有点不自然 你什么意思 是怀疑我在说谎吗 我当然没有那个意思 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 只是想看看高分成绩是什么样子的 林张瑞堂弟 你不会不赏脸吧 林张瑞脸色猛的就变了 他抓起爷爷的手就往门口走 爷爷我们走 人家不欢迎我们 还怀疑我的成绩是假的 我站在身后叫住他 真金不怕火炼 你现在要是走了就坐实了 你是假的 林张瑞停下了脚步 小叔拉着林张瑞的肩膀 儿子给他看 吓死他 爷爷也拍着林张瑞的手臂 乖孙给他看 让他无话可说 表姐 如果证实我就是那个分 我就要住在舅舅的主卧哦 好的 一言为定 林张瑞打开相册 拿着那张图片 先是递给了爷爷 然后给了那些亲戚 在收获一片称赞声和欢呼声后 他才将图片递给我看了两秒 就急匆匆地将手机塞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但仅两秒 还是被我看得很清楚 并记录在脑中 感谢大数据 在我查分前 我就刷到了一个女博主 分享了自己的高考成绩 她晒图的分数为次 连照片下方的水印都一模一样 林张瑞真是粗心 PS都不认真批图 这个都不批掉 林张瑞嚣张的声音 在我头顶上方响起 姐姐 你看清了吧 我抬头盯着她的眼睛 看得可清了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我请大家去吃饭吧 为什么不选个包间呢 选个大厅做什么 我耐着心解释道 今天人多 定不到包间 确实委屈了堂弟 毕竟她可是咱们家的文曲星呢 小叔嘴巴不停地抱怨着 你难道不知道 我儿子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 她可是文曲星下凡呢 怎么可以和一些污浊的人 坐在一起 一看你心就不成 你以后可得好好表现你自己 到时候把我伺候得舒服了 我就让我儿子给你介绍 他北大的同学给你认识 小叔满眼嫌弃 鄙夷地看着隔壁桌的人 他的大嗓门 引起了隔壁桌的反感 旁边桌上的眼镜男 看不下去了 开始提醒我小叔 这位先生 公共场合 请你小声点 大厅吃饭的人 瞬间都安静下来 个个伸着个脑袋过来吃瓜 林张瑞拉了小叔的袖子 示意他安静 但小叔早被今天的阿谀奉承 冲昏了头脑 他一个箭步 就冲到刚刚那个人的跟前 撒起泼来了 我哪里不小声了 别人都没说我大声 就你说我大声 你是来找茬的吧 你知道我儿子是谁吗 那个人一看就是个文化人 被我小叔这样说也不生气 就淡淡笑着问道 你儿子是谁 眼镜男的笑容 在我小叔的眼里 那算是挑衅 小叔接着声音大喊着 我儿子高考分数675分 可以上北大 是文曲星下凡 坐在旁边的是你女儿吧 小小年纪茶汁抹粉的 一看就是不会读书的 是上野鸡的料吧 眼镜男站起身来 足足高了我小叔两个头 他冷哼了一声 你这负德性 你儿子能上北大 那可真是奇迹啊 我怀疑你在说大话 小叔不怒反笑 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小叔为了打眼镜男的脸 开始向林章瑞招手 儿子 你快把你截图拿出来 我要好好地打他们的脸 林章瑞拿着手机 犹豫不前 周围的亲戚 也在劝林章瑞 我看你儿子是拿不出来吧 面对眼镜男的挑衅 小叔不等林章瑞反应 直接夺过了他手机 然后递到了眼镜男的眼前 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675分 那几个大字 你看得见吗 眼镜男接过手机看了下 你这分数和我闺女的一模一样 连个科分数都一模一样 你这是偷我闺女 发到网上的截图了吧 你看 这还有个水印呀 眼镜男的话音刚落 他身旁就瞬间围上一圈人 一半是我家亲戚 一半是看热闹的人 他们七嘴八舌地发言着 细细一看 这张成绩 确实有PS痕迹 总分成绩一样 这个概率是有的 但是连个科成绩都一模一样 这个概率还是很少的 那个林章瑞我认识啊 我高一的时候教过他 他是56中的学生 56中的学生 出个一本都很难 里面的学生 要是能考上北京大学的话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观察了林章瑞 他的表情很平淡 但他握紧的拳头 出卖了自己 小叔扯着嗓子喊道 放屁 你们胡说 你们是极度 他指着眼镜男的女儿 你说你考上北大 你拿出证据来呀 小姑娘人狠话不多 当场点开查分官网 输入了准考证号 这是官网 可不像截图 可以随便作假的 让你儿子也过来查分吧 此刻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林章瑞脸上 林章瑞的脸上 都有细汗了 我 我忘记密码了 我立马好心地建议到 没事 这边有找回密码这个选项 林章瑞瞪了我一眼 多事 我委屈着个脸 堂弟 你别这样子啊 你不登录到查分系统的话 这样子 别人会以为你是因为虚荣 而谎报分数的呢 爱看热闹的亲戚也插嘴 对啊 大侄子 你快去登录啊 好好打他们脸 爷爷也拍着后背 鼓励林章瑞 孙儿 快登录上 措措他们的锐气 林章瑞将手机狠狠地放下 挺直了腰杆发现 还是矮周围人一大劫 他索性站在了大凳子上 开始慷慨激昂了起来 我为什么要自证 不能因为你们提出任何怀疑我 就得自证 你们要是说我是太监 难道还要我脱下裤子吗 我在下面大声鼓掌 说得好 林章瑞说完就对着我们大手一挥 走 我们换一家去吃 不要和他们这群乌合之众一起吃 我不得不感慨林章瑞的心理素质实在是太强了 在这样的局面下 都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高尚品格呀 我对那个女生使了个眼色 那个女生立刻心领神会 说来说去你就是不敢了吧 边上的人附和 肯定不敢 我要是赶上北大 我把分数印在我脑门上 哪像某人那么虚心呢 林章瑞显然也是听见了这些话 他捂住了小叔的嘴 就接着往前走 你们不要这么说我堂弟 我堂弟可厉害了 他肯定有上北大的分数 不信你们问问他的班主任 我在人群里指向了他 陈老师 你可要为我堂弟做主啊 众人的目光 齐齐望向我指向的方向 陈老师和眼镜男是一桌 只不过戴了个鸭舌帽 林章瑞母子认不出来而已 张瑞 你真考了六百七十五分啊 林章瑞点了点头 陈老师拍着手笑道 没想到我陈某人 也能教出考六百七十五分的学生 紧接着他大声地询问起来 张瑞啊 我记得你省智检才考二百六十五分 短短一月 你就翻了将近三倍 你是怎么做到的 对了 数学最后一题 你是怎么解的 你和我说到说到 我都不会写呢 陈老师说着 就从包里掏出了纸和笔 塞进了林章瑞 林章瑞五卓笔 半天没写字 章瑞怎么了 老师最后一道大题我没做 不可能呀 你要是没做的话 你数学不可能考一百四十八分啊 陈老师眯着眼 端向着林章瑞 我的好搭子六百七十五分女萧珠喊了起来 这一百四十八分就不是他考的 周围还伴随着一阵吁吁声 林章瑞脸色通红 直接将纸张揉成一团狠狠地砸向陈老师 老不死的愁你就烦 我会做就是不告诉你 你喊老师那题都不会做 想让我告诉你 你下辈子吧 这场聚餐当然是不欢而散的 但神奇的是 亲戚们都没有各回各家 反而是一直跟在林章瑞的身后 我知道大家心里肯定是起了疑心 但又不好当面说 又想接着看后续 亲戚就是恨你有向你无的生物 哎呦堂弟 刚刚出门着急 忘记让阿姨把我爸妈的房间收拾出来 林章瑞皱着眉头 你怎么做事的 我心里骂骂咧咧 但面上还是陪着笑 我暂时给你定了本事最大 最豪华的度假村酒店套房 等我收拾好了 你立马住过来好吗 我的文曲星堂弟 你最是宽容大度的 林章瑞听到文曲星这几个字 就立马就答应了下来 屁颠屁颠地跑回他家 收拾起了行李 趁那功夫我拉住了小叔 小叔 我刚刚听三叔在背后一直嘀嘀咕咕说 堂弟分数造假呢 他还打电话和村里的孙婆说呢 你也知道的 孙婆就是个大喇叭 他知道了那全阵不就都知道了 小叔听到这话 起身就要去找三叔的麻烦 这老三就是见不得别人好 看我不去撕了他的嘴 被我拦了下来 你现在去无凭无据的 人家肯定不承认的 我教你个法子 你现在将村里出高中生 全部召集过来 就说文曲星林张瑞 要免费为他们讲题 一来 这分数造假的谣言 就会不攻自破 二来 也能为堂弟搏个人 会心善的好名声呢 小叔听后连连叫好 我马上就去办 小叔的效率就是高啊 林张瑞的被窝还没暖好 就被乌鸦鸦的一群人吓到了 他满脸疑惑 这是干嘛呀 这都是村里的孩子 小叔在村里夸下海口了 你肯定能把他们都交到北大的 毕竟你可是我们家族的文曲星呢 我召唤着村长家的高二儿子 来到林张瑞面前 来 哪里不会快问文曲星 文老师 这题怎么做 林张瑞这次装都没装了 直接将那本书丢到地上 这么简单 居然不会做 读什么书啊 去卖废品 都会被老板坑 下一人上前 这么简单 居然不会做 读什么书啊 养猪你都看不懂说明书 这么简单 居然不会做 读什么书啊 送外卖 你都能送错房间 林张瑞这副操作 可是犯了重怒呢 老二 我儿子北大通知书下来了 你这下 可得把你家房产证转让 给我家张瑞了 小叔一家 带着我爷爷 风风火火地来到我家 说出这句话时 我爸下的油条 都掉了下来 他满脸无奈 对着我爷爷抱怨 爸 我不是都说了 这个房子我已经给承咒了 你不要这么无理取闹了 爷爷一听这话 就也开始学着小叔 撒泼打滚了起来 他可是我们家的文取星 这在古代可是光耀门楣 族谱都要单独开一本的 你给他房子 到时候他认你为干爹 你不也能跟着沾光啊 林张瑞附和着 二叔 房子给我 你死后我给你送终 我爸放出狠话 我就是不给 林张瑞对着爷爷耳语了一番 声音还是蛮大声的 丝毫不避讳着我们 内容就是 爷爷就指着我爸鼻子喊 你要是不听我的 我就去你单位说 你不孝顺 我也去网上说你 让你们全家不得安生 我爸听到这话 瞬间就心思了呆呆地站在那里 他可能怎么也想不到 他爸会这么对他 我从小叔的手里 抢过那张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放在我早就打开的直播间 由于我投了抖家 再加上我同学的助力 我的直播间格外的热闹 各位想必都看到刚刚的情况了 我爷爷偏心 就因为我堂弟考上了北大 就要夺走我家的房子 我做错了什么 因为我是女孩子 我堂弟作为一个考入北大的高材生 他对此事件不持反对意见 反而一直窜多着我爷爷 这个是我堂弟的北大通知书 我想问问网友们 我堂弟做得对吗 林章瑞想上前夺我手机 被我妈娘家的亲戚拦住了 网友很激烈地发言 这什么年代呀 光明正大吃绝户 这样的人即使考上了北大 也是一个对社会无贡献的人 妥妥地精致利己主义 我帮你艾特了北大的官博 前面的 你艾特错了 这张录取通知书有问题 University少了一个爱啊 学校怎么会这么粗心啊 而且录取通知书明显和今年的不一样 款式是去年的 这个网友真细心啊 不枉我一直将那个University戳在屏幕上 我脑中有个大胆的猜想 博主的堂弟伪造通知书 就是为了借助他爷爷来霸占他们家的房子 真是细思极恐 我转过头对着林章瑞喊道 堂弟 网友说你这个录取通知书是假的 University少了一个爱啊 且录取通知书明显和今年的不一样 款式是去年的 林章瑞眼神飘忽 手一直在鼻子上磨蹭 网友懂什么 前几天不是公布了网上本科率不足4% 他们不懂瞎说呢 林成昼你少添油加醋山风点火的你自己考不上北大天天跑我面前唧唧歪歪的还叫来一群高中生问我问题你安得食妖心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想霸占我林家的房子吗我和你说你赶� 你赶紧十项点把房产证转给我不然我要你好看我将直播摄像头对准他怎么个好看你别以为拿个摄像头对着我我就会害怕他推了推爷爷的肩膀 爷爷看着我爸的脸也有点犹豫不敢上前 他轻声安抚林章瑞 乖孙这件事情我们改天再说吧 爷爷私人给你一大笔钱 不 我就要二伯的房子 爷爷你要是不给我 我就不去北大上学了 看你怎么在村里立足 打蛇打七寸 林章瑞的话精准地踩到了爷爷那虚荣的心 但是他不敢再冲我爸喊话了 只敢向我施压 死丫头 快把房产证转给你堂弟 我都被气笑了 凭什么 爷爷口莫横飞 凭什么 当然是凭人家考上北大了 你要是考上了 我也把老妖家的房产证给到你 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爷爷那你可要说话算数啊 爷爷不明所以 你什么意思 我掏出我的北大录取通知书 爷爷我考上北大了 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 我瞟了林章瑞一眼 货真价实 没有弄虚作假的成分呢 可不像某人呢 赵义终将赢过要组 他们全都傻眼了 我爸妈倒是很平静 因为我早就和他们说了 林章瑞气愤地抓起我的录取通知书 就使劲地撕开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怎么可以考上啊 凭什么天下的好事全都给你占了 大房子 存款 商铺 现在你还给我考上北大了 林章瑞眼睛通红 好像一头发疯的野兽 没事 你撕的是复印剑 我又掏出了一叠复印剑出来 你还可以接着撕 管够 林章瑞的动静太大 引来了许多村里人来看热闹 我就说林章瑞是假的 那天我儿子问他题目 他自己不会还骂人 脸皮可真厚啊 说自己考上了北大 换我肯定不敢说 他骗人说上了北大 就是为了他二伯的房子 人家女儿还在凭什么给他呀 要我说还是承纣牛啊 考上北大也不炫耀 哪像某人 边上的闲言碎语 听得林章瑞直挠头 林承纣 你说我录取通知书是假的 我才要说你录取通知书是假的 那我们找人鉴定一下吧 林章瑞你不会怕了吧 林章瑞死猪不怕开水烫 当然不会了 我对着人群中喊了一声 陈校长 麻烦你过来帮我看一下 陈校长是我们本市最好的高中的校长 他的话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击溃林章瑞的谎言 我将两份录取通知书放到了陈校长的手里 陈校长帮忙看一下 陈校长旁边穿着行政夹克的 抢过了通知书 不用看了 今年咱们镇上上北大的就两个人 一个是林承纣 一个是萧珠 全都是女生 行政夹克说到这停顿了下 忘了自我介绍下 我是镇长王春 今早沸沸扬扬 听到一个叫林章瑞的男生考上了北大 我瞅着和名单上的姓名姓别都没有对上 出于好奇 就跟着陈校长来到了这里 林章瑞的脸上瞬间惨白了 周围发出了讥笑声 林章瑞受不了 就一个人灰溜溜地跑走了 当我注意到 他在奔跑中撞到了我爸 还从我爸手里顺走了一串钥匙 林章瑞 站在煤气灶前的黑色身影停顿了下 接着快速地打开了阀门 他缓缓转过身来了 姐姐 你晚饭没吃吧 难怪现在还醒着 但是二伯二伯母吃了很多吧 你看他们到现在都没有醒过来 他开始自言自语了起来 那又如何 你们手机都被我丢在马桶里了 你抱不了警 奈何不了我的 我抄起厨房的刀对着他 你现在是在开煤气吗 你疯了吗 这样子会死的 他敲了敲自己的防毒面具 我当然不会死 死的是你们 我试图安抚他 你还有大好的未来的 你下半辈子 要是在监狱里度过 这样子的人生 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听到这开始 哈哈大笑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傻逼 我直接和你说了吧 我不会坐牢的 我会将这些伪造成意外 如果最后还是被发现了 我就推出我妈 让她背锅 她就我一个儿子 她肯定愿意的 林章锐 真是一个丧心病狂的疯子 林章锐 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最终的结果 不过是两败俱伤 林章锐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 哪里没好处 你们死了 财产最终不都到爷爷那边了 我再哄哄爷爷 爷爷肯定全给我 原来如此 以上就是犯人的犯罪动机 我将报警通话页面 举给林章锐看 傻逼 我早发现 你在我粥里下药了 我们全家都没有喝 我爸妈从楼梯慢慢走下来 对着林章锐摇晃着手机 我们全家人 人手一台备用机呢 外面警铃声响起 林章锐因谋杀未遂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小叔小沈受不了 开始变得疯疯癫癫 而爷爷则天天往我家跑 说在他的大力举荐下 祖谱终于愿意让我加入了 但是谁稀罕呢 我要自己开一本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给林章锐 请我太强 我还是 有封信 我